各位朋友好,今天是雙十節107年以前的今天辛亥革命爆發 在兩個月以後,這些革命者就建立了亞洲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 並且頒布了一部成文的民主憲法,臨時約法 但這個共和國很快就蛻變為軍法割據和威權政治 最後被中國共產黨顛覆,被逐出大陸來到台灣 二十多年以前,就在96年,中華民國終於在台灣民主運動的洗禮之下 修成正果,結束了專制回歸民主,現在是亞洲典範的民主政體 在這個地方,人民安居樂業,享受完善的醫療保障 發達的教育,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 跟台灣比起來,大陸地區那簡直就是淪陷區 國家政權就是紅色大家族,奴役老百姓,攫取財富的工具 這些權貴大家族他們操縱股市,會市,金融市場 操縱貨幣政策,運用公權力,掠奪人民 以至於很多老年人看不起病,就自殺了 幾億農民工,辛苦了一輩子,老無所依,一貧如洗 普通家庭的年輕人完全看不到希望 就這麼一個腐爛的政權,他還口口聲聲認為自己 對台灣擁有主權要無力統一台灣 如果說中共以前所謂的無力犯台的叫囂都是虛張聲勢 那這次情況就不同了,這次他們要來真的 習近平政權攻打台灣已經是劍在懸上,可能就在明年 他們就會進犯台灣 現在我就給大家分析一下,他們攻打台灣的深層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再談一談,嚮往民主自由的海外中國人 他們應當怎麼樣來阻止中共攻台這種暴行 現在習近平政權可以說是內外交困 在外部他們過去一些年來要大肆地搞擴張,搞滲透 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全面反制 現在以美國為首的這些強國已經跟習近平政權完全翻臉了 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來圍堵中共 也就是說,單就這個中美貿易戰來講 中共在經濟上,在這個貿易戰上面 他們完全沒有還手之力了 那麼在內部呢,民眾的不滿情緒 現在已經快達到臨界點了,爆發的臨界點快到了 現在群體新事件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 激烈程度越來越高 現在大家看看這個頻度退伍老兵維權事件 老兵已經集體用棍棒、頭盔、滅火器等等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了 武裝對抗警察,這種低烈度武裝維權的方式 還會傳給其他的維權群體 他會提升維權的陣營整體的力量 讓維權和維穩發生的力量對比,發生改變 過去他們警察是佔絕對優勢的 他們鎮壓人民的時候佔有絕對優勢,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麼這個警察 面對大規模人群,持有武器的人群的反抗 他們就變成了弱勢群體 所以習近平這個政權上中已經敲響了 如果習近平是一個實實物的人 那這個時候就要斷然的採取措施 跟西方結盟,對內亞要宣布還政於民 聯合人民力量,終結暴政 但是習近平呢,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不可能成為葉利欽,不可能成為戈爾巴喬夫 他沒有這種見識,沒有這種魄力 中共的這個專制思維已經深入到他的老髓和骨髓當中 現在面對這種困局 他首先想的就是保政權,保個人的權位 而不是選擇人民的利益 他也不怕一臭萬年 滿腦子所想的就是成為毛澤東第二 而且還要建立一個習家的王朝 但是,建立這種個人絕對獨裁 建立一個習家王朝 不是那麼容易的,擺在他面前有幾個巨大的障礙 第一個障礙就是他在軍隊裡面沒有權威 他過去一點軍工都沒有 這個軍隊怎麼會支持他呢? 搞專制獨裁,那要的是暴力 最後的依靠是暴力,軍隊是最大的暴力機器 沒有軍隊的支持,你這個獨裁怎麼搞呢? 第二個障礙就是在黨政系統裡面 他塑敵太多 這個黨政系統離心離德 根本沒有辦法來幫他 來實施他的控制人民的意願 第三個障礙就是民間精英,接著反對他 民眾雖然還沒有享受到人權法治民主 但是呢,在過去的這個鄧小平政策之下 那他們有一點點自由活動的空間 尤其是在經濟上有點空間 現在如果是要剝奪他們的這一部分空間 他們一定會反彈 而且這一批精英人士 他們已經走向了世界,他們開了眼界了 他們沒吃過豬肉,但是見過豬走了 有對比,他們就有間別,他們就認識到了中共的本質 這批人在思想上面已經站在了中共的對立面 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行動 習近平如果是想走回毛澤東的老路 一定會遭到這批人的反對 那第四個障礙呢,就是普通民眾的抗爭 絕大部分民眾他們是沒有政治理念的 但是他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他們就會起來抗爭 他們的訴求雖然和政治無關,但是只要他們採取行動 那就是對這個政權在反抗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政權大包大懶 他無所不包,所以老百姓無論反對誰 無論在哪裡反對,都是對這個政權的衝擊 所以認識到這一點,那民主同道一定要支持所有的反抗行動 比如說這個老兵團體,他們很多人都是擁共擁習的 但是呢,只要他們上街,只要他們上街就是反共反習 所以大家都要支持他們 不管他們觀念如何成就,一定要支持他們 那現在話說回來,習近平他怎麼樣才能克服這些障礙呢? 他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了 他在體制內進行了所謂的反腐,清洗了一大批對他不滿的幹部和將領 他在互聯網上面也進行了輿論控制 他還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搞輿論控制,搞個人崇拜 所有這些動作都是常規的政治動作 照這個方法搞下去,他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他的目標 大家記得這個中共建政之初,老毛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才建立了個人的獨裁 習近平他沒有十幾年了,經濟這麼差,國際壓力這麼大 黨內的分裂這麼大,民眾的反抗情緒這麼重 很快就要把這個政權拖垮了 所以習近平要成為毛澤東第二,他就必須採取極端的手段 現在擺著他面前的一個選項,一個極端手段 這就是要武力攻台,只要採取了這個手段 所有的前面四個障礙都會一掃而光 攻打台灣,他就可以統一軍隊的思想 軍隊過去是長期被洗腦的,但是因為官僚體制腐敗 因為人民不滿,軍隊思想也產生了極大的分歧 所以這一部分的洗腦已經不起作用了 但是有一部分洗腦就是大一統民族主義對軍隊的洗腦 現在還是有用的 不要說軍隊老,普通的民眾甚至是反對派人士 都在潛移默化之中被中共洗腦了 所以一提到這個台獨,他們就咬牙切齒 所以如果是習近平用反台獨的名義來攻打台灣 他們就會取得軍隊的支持 如果他攻打成功了,那麼軍隊就會忠於他了 這個軍隊啊,他有很強大的這種暴力體系 軍隊支持習近平的話,習近平就會對全國來進行軍管 然後依靠軍隊的這個強大暴力,他來驅使黨政體系 來幫他控制人民,來全面的鎮壓民間的反對派 他會再來一次啊,這個政反,也會再來一次反右 來把知識分子啊,進行恐嚇,進行打壓 還會再來一次公私合營,全面的控制民營企業 把他收回國有,最後啊,他還會實行佩戟制 但是以戰爭的名義,強迫人民接受貧窮 接受經濟崩潰的現實,一旦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那麼中國就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世界就陷入了這個萬劫不復的境地 大家想想,一個小小的朝鮮已經騷擾了全世界幾十年 那麼一個擁有龐大核武庫的這個習家政權 那就是人類的噩夢 所以必須要阻止他,怎麼樣阻止呢? 首先要消除僥倖心理,做最壞的打算 做了最壞的打算,最壞的事情呢,它才不會發生 那現在這個所有的這些情報機構 他們得到的信息啊,都是互相矛盾的 這就給這些台灣的美國的這些機構啊 產生小僥倖心理,有了一定的空間 這是非常危險的,現在從戰略上必須得改變 那就是說大家要做最壞的打算 台灣的這個全體的老百姓 全體軍民都要做最壞的打算 都要做共軍攻台的準備 美國和西方盟國的軍隊要做好迅速參戰的準備 讓習近平知道,美國和西方 絕對不會做事不理 中共一定打不贏這場戰爭 一定失敗,習近平才不會去做 只有充分的備戰才能制止這場戰爭 其次呢,還要主動的促使中共政權崩潰 如果中共政權還在,台灣就不會安寧 世界就不會安寧 台灣總不能一直在這備戰吧 總不能一直活在恐懼之中吧 美國的航空母艦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台灣吧 因此一定要讓政權崩潰,才能根除這個禍換 現在美國的這個貿易戰已經起到作用了 為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個街頭革命提供了一個大環境 貿易戰的結果肯定是經濟崩潰 經濟崩潰一定會讓民怨高漲 那個時候,當經濟崩潰之後 民怨高漲之後,全國各地到處都是乾柴 有一點點火星就能夠把民眾抗爭的熊熊大火點燃 那個時候中共他們就會垮台 這個大規模的民變就會觸發兵變和政變 習近平這個攻台的計劃就會流產 中共的政權也就會隨它而去 現在中國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 有可能爆發推翻中共專制的人民革命 也有可能中共率先武力犯台 我們出在一個最有希望的時刻 同時也是最危險的時刻 所以所有的反共反習的力量 一定要和習近平來一場比賽 看誰先動手,先發治人後發治愈人 中國如果是習近平先動手了 那我們就失去了反抗的機會 如果人民先動手了 那習近平政權就會很快灰飛煙滅 我去過三次台灣,對台灣的這個制度 對台灣的民風,對台灣所保存下來的中華文化文明 真是非常的非常的讚賞 所以希望台灣這個民主制度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不被中共所吞併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跟大家分析一下中共攻台的時間表 以及一個敏感的話題 中國的民主人士應當怎麼樣對待台獨這個問題 謝謝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見